据外媒报道,让我们近距离观看欧陆,飞驰,天悦和沐上的家,这里有过去的辉煌,也有高科技的未来。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,宾利的克鲁工厂战略性地,选择建在伦敦东北300公里的一个占地60英亩的马铃薯农场当中。 当初的目的为了让德国空军没法发现它们,更好笑的是,这个至今仍然未视为英国的骄傲的英国品牌,这个工厂最初甚至没有打算用来生产汽车。 确切地说,而是一个生产航空发动机的地方,卢尔斯罗伊斯的灰被损失航空发动机,尽管如此。 自从Pins Lane工厂名开始建造80年以来,它现在是宾利的生产县,而不是劳斯莱斯。 德国人现在拥有这个地方而不是轰炸它,低调,可能会令你失望,尽管都属于古董。 但是,与安斯顿马丁的沙岩寺庙或劳斯莱斯的玻璃大教堂相比,在建筑美学方面,宾利的总部缺乏视觉冲击力。 显然,它的低调设计也延伸到它的浮解式,其设计看起来像是德国空军的露台住房,而不是1500个喷发火焰的愤怒的梅林式发动机,从生产线上下来并装配到飓风。 喷火战斗机和兰开斯特轰炸机的地方,当和平终于来临。 并且最终在1946年改为生产汽车时,第一辆推出生产线的汽车是宾利的MKY。 好吧,谁关心MKYV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缩短的,重新贴牌的劳斯莱斯引妹,因为在这里,她的诞生被认为是一种预言成真。 当然,宾利的粉丝们不得不等到2002年,才能让最后一台劳斯莱斯离开生产线。 但正如古话所说的,黄天不负有心忍。 踏入,如今,宾利工厂仍然是一个非常值得你花时间好好看看的地方。 事实上,尽管它缺乏外部金光闪闪,但它内部却是古老世界汽车制造业的迷人混合物。 它在某种程度上尚未被周围环境感染,尽管大众汽车公司做出了最大规模的现代化改造,在该工厂投资了20亿美元,以引进最先进的生产技术。 即便如此,产能还是不足。 最初的时间,天悦SUV将在斯洛伐克布拉迪斯拉巴间造。 就是它的表兄弟们宝石杰卡业、奥迪Q7和大众土瑞在那里的生产线。 直到英国豪华汽车制造商,最后努力证明它拥有合适的技能、技术和专业知识,才能比大众旗舰工厂更好的建造它。 来点木料,所有产品的镶嵌,完工和绝对的质量,包括最近的多路GT,似乎都证明在这里生产是正确的如果你想找到一个明确的案例,说明宾利如何制造项目上这样的汽车。 好吧,一百万美元的价值,看起来不会比一个木工桌方更好,由于每年要建造超过时,零零零辆汽车的生产压力,宾利雇用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一百五十二名工人手工,制作每辆车所需的一百五十二个木材贴米。 以宛族车主所需,但宾利并没有仅仅依靠人工,而是设计了一种先进的机器人,来应对微博的七层,具有人也无法达到的精确度。 对细节的不可思议的关注,也延伸到木材实际感觉的方式,由另一组手工完成工作的大师级工匠和女工匠完成抛光。 皮革 类似的故事是皮革和内饰的作法。 宾利并没有回避那些使用古老的工匠,就像那些在第一辆宾利上工作的人。 当我们到达车身装配线时,事实上,克鲁工厂看起来就像我去过的任何其他现代汽车工厂一样,在小批量豪华汽车制造领域。 这是大众汽车巨额投资的一个成就。 因此,在生产线的最后,在我访问的那天, 4000名工厂工人设法制造了30辆天月,29辆多路和4辆墓上豪华轿车,总共只有63辆汽车。 对比一下就在同一天,日产的桑德兰工厂雇佣了两位于宾利的员工, 生产了令人难以置信的1600辆汽车。 就在那时,我开始意识到时间,思想和关怀在每一辆下线的兵力上都是如此。 在与热情,才华横溢的男士和女士度过了几个小时之后, 他们大多手工制作今天的每辆兵力, 我再也不会以同样的方式看待天月了。